我是龍運年大紅包 我要把錢錢裝進紅包裡面 要怎麼賺咧 龍運年後會賺100%的是這檔 哪一檔呢 除了這一檔以外 更誇張的是 中小型個股 哇 都傳標啊 上貴指數居然算23年新高 除了以外 會打SMCI也算立體新高 只剩一天可以買了 年後AI股必標嗎 還有 2月13號 美國CPI開獎的 回股淋落 不破萬九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哲哲郭總 嘿 來看一下 回答SMCI 在創歷史新高 這很誇張 難怪台灣老AI 我上上去都漲翻天 漲翻了啦 去家也漲翻天 誰啊 只剩一天 可以買嗎 年後AI股 壁標 是壁標 是變壁 壁標 玉凱常常講壁雕 以前妳知道壁雕什麼名字嗎 以前布袋系裡面很醜一個角色 真的好醜 玉凱妳了解啊 我不太了解 我不是那個年代的人 那妳剛才講出來 我是聽我爺爺講的 我只知道壁東啦 壁雕隨便啦 好 壁東跟壁雕 年紀差別 2月13號 情人節前一天 是的 美國CPI開獎了 台股聯合突破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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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玉凱妳不是喜歡打麻將 我還好 妳為什麼一直要抹黑我 妳就是很喜歡賭啊 我不是很喜歡賭的 妳不喜歡賭 對 那妳去Casino幹什麼 我們只喜歡投資 Casino可以投資 Casino 對啊 我們是去算牌的 算牌 21點嘛 可以算一下 現在都四五副牌怎麼算 現在比較難啦 現在比較難啦 所以你看講一講就知道常常去Casino 會不會出來啦 會不會出來啦 是我的感想 所以才能去嘛 現在比較少去 又比較少去 然後妳也會賺100%的是這一檔 這一檔 不知道哪一檔 先不多說 好 我們現在要吃東西 是的 我們今天又要來大PK了 我們直接看一下是什麼啦 大家直接吃啦 可是其實那個牛肉 我拜託我不喜歡那種 沒有熟的牛肉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啦我只是念一下儀惠啦 有 今天是那個是誰 今天還有化妝師一起幫忙 化妝師一起來啦 來這什麼 今天老媽幹麵是 胡椒麻醬的 那什麼形狀的 是這個的喔 盤子的喔 盤子的 老媽是盤子喔 是老媽是盤子的 蒸飯麵是嗎 是碗的 是碗的 是湖麻醬香 我現在吃老媽 好你吃老媽 冷掉 那我們吃老媽 冷掉 真的好吃耶 欸 他這個麵好像不太一樣 比昨天那個 有入口多 湖麻醬一起吃啊 你都吃了 你們怎麼這麼樣子 以前人都不會 這麼愛吃 今天都吃了 沒關係 吃一下 感覺一下 我覺得老媽好好吃耶 比上次辣味非常好吃耶 老媽 這個真的有外面的那種麵 其實我已經贏了 90%外面的麵店了 真的不想講 這算涼麵的一種嗎 涼麵好吃 我吃多了 但是因為我現在忍掉了 我們正在錄影 對不起我剛才講得比較多公式 然後講得 我們來問一下老師的感想好了 好吃喔 老媽好好吃喔 好 還有蒸拌麵要吃齁 蒸拌麵 可以吃蒸拌麵 老師 欸 劉雯老師你可以合取一點嗎 先吃老媽 我覺得 他吃完老媽了 馬上換個蒸拌麵 蒸拌麵怎麼看起來那麼辣 他不是都是 這什麼 都是胡麻醬對不對 真的有辣喔 真的滿辣 蒸拌麵獲勝欸 我不是告訴你說 那個辣 真的有辣一半嗎 有齁 我反而喜歡這個欸 那是什麼 蒸拌麵的 我喜歡吃辣的會喜歡蒸拌麵辣喔 我不喜歡 已經辣一半還那麼辣 不錯欸 我上次選老媽 這次選那個蒸拌麵 我怎麼跟你不一樣啊 我上次選 蒸拌麵 上次選蒸拌麵 這次選老媽 那我們可以互相一起吃了 因為不會搶食物 你這樣講沒錯喔 真的好好吃喔 你也覺得這個好吃囉 這好吃 對 喜歡吃辣的一定要選 剩拌麵 嗯 一定要選那個胡麻醬 可是他胡麻醬怎麼很辣 老媽的胡麻醬完全不辣 對 他是胡麻醬香 搞不好那個香是 焦香還是什麼香 只有胡麻醬 是胡麻...胡麻醬 確定嗎 怎麼會選... 一青春不辣 胡麻醬是胡麻醬 他是胡麻醬是胡麻醬粉 這是胡麻醬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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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直接就是辣、就是炸味了 就是焦油的感覺 這個焦油感覺好辣 喔好辣 兩個吃起來不一樣味道 對,不一樣喔 我就是磚都壞卸掉 你們幹嘛在討論什麼 討論什麼 我剛剛確定一下是同口味 為什麼味道差那麼多 對啊 味道差很多 對啊,味道差很多 可是確定是同口味 我後面是寫同口味 對阿 可是味道差太多了 口味天差地遠 看來不同牌子 可是都好吃喔 對 都好吃 喔 我覺得喜歡吃辣的 要吃這個 好 喔 我現在頭皮巴麻 可是吃這個辣 比上這個辣更舒服 嗯 有減半的 嗯 減半的 還好有辣 嘿嘿嘿 就是一定要減半 不然你會受不了 好 我們請下三位分析師 第一位最專業的 來 陳寬仁分析師 主持人啊 大家好 我剛剛看這邊 蒸拌麵他沒有寫辣 但是這個辣才蠻過癮的 你說蒸拌麵辣對不對 你也覺得很過癮齁 很過癮 對 喜歡吃辣是那個辣 很過癮 他的辣是過癮的辣 而且其實我不太能吃辣 所以如果你不太能吃辣的話 你請你減半 這個我覺得剛剛好 剛剛好 減半也蠻辣的啊 對對對 嗯 不錯不錯 好吃 好吃 所以老師你投票是投身拌麵嗎 對 然後那個 因為這個是胡麻 現在目前冷掉 老師拉起來齁 胡麻醬 就像涼麵一樣 對 它比較像涼麵 那假設如果你想 那它熱的時候也蠻好吃的 扣掉那個冷熱問題的話 對 扣掉我覺得還是贏一點點 贏在辣 真的是你耐辣的 這滿面贏的是不是 對 好 這滿面贏票喔 好 觀眾老師的LINE記得加啦 好 小老鼠 DAREN888 就點手機標題就可以了好不好 是的 所有老師的連結 全部老師都可以加了好不好 就有連結可以加了 第二位 玉環老師來 老師 哪一個比較好吃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也是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但是這個真的還蠻辣的 雖然說加一半 我個人是覺得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吃起來會麻 會麻到這個 現在這邊地方是有點麻麻的感覺 對 我現在流汗了 對對對 其實它是 可是這個是比較有味道比較好吃 但是我還是搞不懂 為什麼涼的味道會差這麼多 好 蠻特的 它這個吃起來超像 對啊 這個吃起來超像涼麵的 現在這種吃辣感 那是因為它那些冷掉 它熱的時候蠻好吃的 因為我現在吃真的很像涼麵 就是涼麵的味道 那也不差啦 對 也不差 涼麵就算哪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 生涼麵又多一點 我覺得是冷掉的關係 對 可是涼麵還是比一般涼麵好吃啊 我現在頭腦媽 因為我太辣了 對 他會麻 他會往上穿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喜歡吃辣的一定要提起麻麻 它是辣比三隻 三隻也是叫辣嗎 上次也是 叫什麼 叫什麼味道 那是叫什麼 麻辣 叫麻辣 沒有 胡麻 蒸拌麵的胡麻醬 比麻辣還辣 哈哈哈哈 有那麼厲害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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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也吃麻 你也覺得麻對不對 對 但是 我還比喜歡這個耶 上次的沒有獲勝 上次的這個蒸拌麵獲勝 我自己覺得 像什麼 上次我投老媽 對 這次我投蒸拌麵 對 就是這樣啦 蒸拌麵的胡麻醬 對 比蒸拌麵的辣味還辣 對 但是還好吃 哈哈哈哈 有點比較好吃 太辣了 溫流汗了 玉瑋老師的LINE 記得加一下 好 小老鼠 RICH948 我們像福利社就是 各種台灣的食物都吃啦 這網路上都可以訂了 你自己訂一看看 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都蠻好吃的 已經勝過外面的麵攤 我已經勝過八成了 來 第三位 林玉海分音師 你好 已經吃光光了啦 很神 看這個就知道了 我是比較挺這個蒸拌麵的 哎呦 坦白講這個 老媽乾拌麵它是好吃 可是這個味道自己在家裡做得出來 真的嗎 只要去Costco買一罐胡麻醬就好了 但是蒸拌麵它的味道是比較別緻的 再加上它說它這個辣醬 是外面比較不容易遇到的這種辣的口感 所以我個人是投這個蒸拌麵一跳 老師居然用別緻了 那你覺得這兩家麵 有沒有都已經贏過很多的麵攤了 欸有啊 確實是啊 而且你第一次吃喔 你是食神耶 我是食神嗎 那你居然今天輸掉了 你還沒有用什麼美食我都吃過 醛掉啦 我比較少在家吃東西 對 我們家廚房是虛設的 就開飯室的嘛 對開飯室 因為反正有一點點不會跑進去 因為開飯室也沒在煮啊 也沒在煮 好啦那你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突然球員覺得值得一試 有颱風天應該煮這些麵 對 就剩過很多麵攤啊 就平常不知道吃什麼 就在家煮一煮就好了 對啊 真的喔 真的好吃 那有沒有顛覆你的想法 其實現在很多的 現在很多的一些拌麵 其實已經贏很多麵攤了 你自己覺得 確實是啦 所以現在很多的這個餐廳要加把勁 真的要加把勁 真的 真的要加把勁 我們說實在話已經贏過很多的 餐廳的麵攤了 所以這兩家我都給他很高分數 所以老實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老媽媽拌麵 因為我吃過老媽媽拌麵的胡麻醬 胡椒麻醬的 熱的時候 因為今天冷掉不公平 喔 啊蒸拌麵 可是我跟你講 喜歡吃辣的 蒸拌麵的胡麻醬香 要比它辣味的更好吃 喔 這個跟大家講 對 喜歡吃辣的 不要點 不要點辣味 點胡麻醬 對 沒錯 可以點半 可是都蠻好吃的 好不好 所以都給很高的分數啊 老師 很高分 你有沒有覺得比一般的麵攤都比較好一些 老師你覺得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在家吃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比你去外面買的還好吃 你也覺得還要加個牛肉 牛肉是我們自己加的喔 好不好 其實也比較深淵 我覺得牛肉也蠻好吃的 牛肉 牛肉我一點 你要隨便算就好了 隨便算就好了 那個是全點買的而已好不好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坦克爾的Line 小老鼠 WIN16888 這注意加老師的Line喔 是的 如果喜歡老師幽默的笑話的話 都可以加入喔 喜歡老師唱首歌的嗎 老師過年嗎 唱首歌 過年嗎 恭喜啊 恭喜發 要發早餐 真的 我也會耶 你也會吧 好笑喔 騙小孩了耶 對啊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過年的時候怎麼樣 我們2月5號 下個禮拜一 小編來報導 告訴我們封關日的行情 小編這個是N點啦 常常被人家小編 直接講出來了 你不要看到這樣子喔 我告訴你 他會計 還比陳彥多兩分喔 對啊 厲害喔 他如果 到時候錄影錄不好 他就死定了 他也有分析師知道喔 有啦 所以不要擔心喔 是的 就他的出現就好了 來 他會到時候 擔任者者 我們也會編制 我們也會開個會議一下啦 好不好 是 討論一下 所以品質還是有一定的保證 他會錄音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一些圖欄 給大家看一下解這個盤 第二個 那個禮拜三有金融年春節特器 非常好笑 誰是冠軍 到時候就知道 自己看喔 自己看喔 因為有陳彥老師 還有麒麟老師 有 還有威媛老師 非常好笑喔 然後2月13號有教學影片喔 這影片教學是蠻忘記的 就是那個軋空的題材啊 對軋空的題材 連後軋空 哪些股被軋空 是的 要教你怎麼看的喔 2月14號本來應該要教學單元嘛 可是我們過完長假以後 過完假期以後的第一天 都已經是解盤影片喔 所以我們開放盤 禮拜四跟禮拜五 都有解盤影片喔 你們叫我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頭條 來 老師你好 我們請昆仁老師 你好你好 登登登 賺紅包錢 好 因為我們準備要封關了 但是呢 其實我們在封關的前後 美股很忙碌 老師我還是要問你一件事 好 雖然你說好吃 你都沒有把它吃完 我要報告啊 你要報告啊 這真的很辣 真的很辣 可是那個涼麵你沒有吃完啊 有涼麵 老師的涼麵在這 你覺得你 你真的跟你直接 你為什麼想吃完啊 發自內心 我覺得我會吃完那個辣的 那那個 如果真的是二選一的時候 我吃不完的時候 我可能會 請多包含 我稍微留下來 這是老媽的你會留下來 那玉蘭老師你肯定沒吃完啊 我把牛肉吃完 我終於把牛肉吃完 你這麼愛吃牛肉吃完 牛肉吃完 沒有喔 牛肉吃完 我今天要錄影啊 今天要錄影啊 所以這是錄影的關係啊 他如果是 如果是不錄影的話 你結果沒有全部兩個都吃完嗎 不會 我先 我吃完這個 我吃完這個 食量大概只能吃完這個 只能吃辣味那個嗎 牛肉老師兩個都吃完呢 對 我食量算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還是很敬業的 把兩個都吃完 兩個 兩個另外一個 盤子難怪 你說食量比較小吃嗎 我食量算是比較小的 對 但是 你知道嗎 玉改老師我剛剛在搶失誤的時候 他手握得很緊你知道 搶不下來你知道嗎 他最喜歡吃這種東西 他不利是每一集有他的時候 每一集就是 他在不在 有沒有來錄影 他一定在旁邊偷吃 對啊 我剛剛在準備資料的時候我就發現 怎麼凱哥已經開始開動了 對 美食家 對 先看看說 大家會不會喜歡那樣子 不是 你說吃不如竊 也竊不如偷吧 偷不如偷吃啊 玉改老師最喜歡偷吃東西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這真的 他覺得那種吃東西 他說小時候 真是福利社不早講過 他小時候最喜歡就是 讀書的時候 最喜歡吃人家便當 他都不帶便當 他只帶便當盒 什麼都不帶 他就吃別人很有快感 不可以這樣污蔑我 我還有帶筷子 他很快要吃 好 如果我要吃他東西他會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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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我看過 我看過 後來被那個陳昱老師絕去 來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過年後 好 先看包爾有沒有澆人水啦 對對對 我說過年前後真的好多的事情 因為現在目前FOMC會議剛開完 那我們來幫大家做比較 在上一次12月14號 和這一次2月1號 他的會後的 會前後的一些數據的內容 跟一些重要的說明 那在勞動力的部分的話 當然跟就業相關喔 那在12月14號的那一次 他說到失業率並沒有顯著的上升 然後呢 在2月的這一次的話 還滿不錯的 因為他開始把 失業率跟就業的數字的話 把它往上去做一個調升 所以他對這一次的看法叫做是 勞動力需求仍超過供應 所以目前的狀況的話在 勞動力來說的話 他比較偏鷹派的一個說法 那不過呢 如果就一個通膨的數字來說的話 因為他那時候原本在市場上說 不會等到2%的時候 通膨的時候才開始去做一個降息的動作 可是他這一次的說法的話是說 也是類似一個看法 他是說因為如果就這一次的通膨 在2%的目標是持續邁進 然後呢 但是必須要有更多的數據 或者更有信心的時候的話 才去做一個調降 所以他這個時間點 他就很明確的跟你說 3月份不太可能去做一個降息 但是今年的降息的話是合適的 所以在升息的部分的話 升降息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在這兩次的一個看法的話 是有點像是音中代歌或歌中代音 的這樣一個方向 所以如果以整體而言來說的話 其實2月份的這一次的會議 整體看起來的一個 鷹派的言論 似乎又多了那麼樣的一些些 那我的看法是因為 其實他前一陣子在偏歌的時候 其實背著自己內部 也有一些那種雜音出來 好像在為了選舉 還為了什麼樣的事情之類的 有人唸他 有這種感覺 然後下一個就說那好 我鷹派一點 對 所以他在這一次的話是看起來 看起來 我剛剛特別講到就是說 看起來變得比較硬一點點了 可是呢 其實如果就現在目前看起來的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在 原本就想說3月份 會不會去做一個啟動降息循環 目前前一陣子已經 那個降息循環的 那個數字已經開始去做調降 所以在這一次的講完之後的話 更加的調降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話 3月份不會去做降息 這已經變成是一個市場共識 所以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在昨天的 到達成指數的話 其實原本在沙尾板殺了310點左右 可是呢 其實今天凌晨的到達成指數 又在創新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 市場上面對於降息這件事情 已經是 充分的去做一個反應的過程了 所以3月份不會降 那最快最快的話是 5月會去做一個第一次的降息 這是現在目前 看起來在市場上面共識 所以我們特別幫大家點到是說在 這次的FLNC會議結束之後 跟結束之前 那 老師報告講話過後 本來降一碼機率下降了 後來又反彈起來了 對 會彈到53% 所以其實這會差不多差不多而已 其實大概4到5成 對 3月份的這個就一半一半而已 那不過呢 如果就 5月份的那一次的降息機率來說的話 目前已經到超過8成到9成之間 所以 不管怎麼樣 3月就算沒降 那5月份還是會去做一個第一次的降息 所以5月份應該會是 第一次的降息循環的開始 老師 你幫我解釋一下最新的 昨天有公布一個最新的就業數據 確實喔 因為最近的一堆的數據 趕快幫大家做最新的追蹤 因為在2月2號公布出來的就業數據的話 是在上週的 美國的出領失業就業基金人數 公布出來的數字是22.4萬人 那略高於市場上面預期是21.2萬人 所以 目前看起來的話在那個 就是在失業率的這一塊 在勞動力來這邊來說 是有機會去做一個降溫的這個過程 降溫嘛 所以其實一降溫就有機率 就是有機會降息了嘛 是 所以我們剛才說 要嘛3月 要嘛5月 其實就會 其中它的降息 要嘛3月 要嘛5月 其實也其實不用差 而且美債最實在 老師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這是美債喔 老師 好 美債是怎麼看這些美債 老師一直在講 那因為其實美債的話 對 因為它是跟著殖利率是說反向的嘛 那最近的殖利率的話 原本一度到4%以上 就10年期公開殖利率 可是呢最近這幾天的話 又跌到4以下 所以隨著它的殖利率 往下滑到4以下的時候 它的TLT 這TLT 對 沒錯 TLT的話又開始 它的一個往上漲的過程之中 那不管怎麼樣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如果3月到5月 會啟動降息循環的話 那後續的殖利率會繼續往下走下去 然後走下去的過程之中的話 美債的價格也會往上去做翻揚 所以趨勢而言 我認為在這邊持續往上走高 是有機會的 那不過因為 目前的狀況是 到這邊還是需要去做一個回測 或像是一個震盪 所以如果你有美債的人的話 我認為這邊是用分批的方式 去做布局是OK的 那不要一直重壓 因為最近的天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 數據上面的一個反應 老師 可是這樣有個八卦 因為昨天凌晨的時候 因為昨天凌晨的時候 美國紐約地區的銀行的那個 股票 股價 環跌 老師 你知道這個八卦 那也造成 也造成美債的殖利率就是等於 環跌 也是造成那個TOT 然後美國公在ETP還漲的原因 對 有一家 會不會變金融風暴 地區銀行好像又出事了 會不會又變SVB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目前看起來這些相關都是可控的 因為 只要一出事 我相信在美國的相關政府也好 就是像FED也好 像財政部也好 他快速的去救市的話 這很快就會做平息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到 那個殖利率 或者回歸到降息的循環 會是 看中長期的角度 因為 剛剛哲哲在講這件事情 比較像是一個短線上面的市場上面干擾而已 好 別人市場 比較像一個市場的短期干擾 謝謝老師 我們繼續看 來 老師 那繼續往下看下去的話 如果 因為 因為我們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話 還有美國的1月份的失業率 然後呢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在非農業的人口 都會在今天晚上去做公佈 那我們在休假期間 在2月13號禮拜二的時候 美國還要公佈它的1月份的CPI 所以這兩個數據的話 我覺得是會是最近的一些比較重要 而且會影響到 接下來在下個禮拜 甚至在是我們之後的開盤之後 紅盤行情的很重要的兩個數據的地方 好 老師 謝謝 那這些數據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說有啊 有任何現象 我們再請老師就是福利社我們再結一下 好不好 我們都會持續的追蹤 我們來看一下 那2月13號公佈CPI 是 老師 這邊有獨家的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好 CPI怎麼公告 怎麼預測呢 老師 因為CPI的話 它最主要的組成的結構的話 大概有三大的結構 那第一個結構的話 是30年期的平均的房貸利率 那目前大概權重有到 差不多接近30到40%左右 是 所以如果以月變動來說的話 它是月變動大概跌了2.6% 所以如果以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房貸利率是比較屬於趨緩 或者是趨於下降的過程 那另外有占13到15%的 就是在CRB 就在食品跟原物料指數的部分 那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 月變動是0.6%的上揚 但是其實還是算一個 震盪的合理的範圍 那另外一邊 這邊往上看上去的話 在西德州的原油的現貨價格 大概占權重有6到8% 那月變動的話 大概也是在1.2%左右 所以如果這以三大塊的 權重的占比來說的話 其實在月比來說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幅度 所以如果以長期趨勢而言 或者以所謂的年對年的那個數字 來做比較的話 在沒有太大的變動的情境之下的話 其實年對年會是一個比較趨緩 然後走下 就是往下去做一個 調降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1月份的CPI 那原本在12月份的時候 公佈出來是3.4% 所以如果以2月13號 要去做公告的1月份的CPI的話 目前克里弗蘭聯儲的 的預測來說的話 是已經掉到了3%以下 到2.96 這是年對年的觀念 是 如果他說真的2.9% 哇 那個下降幅度很快耶 是 沒錯 那是不是就符合那個 鮑爾講的 其實我只要持續下滑 然後賣下2% 也有機率降息啊 所以降息不是不可能啊 目前看起來是有機會的 因為如果以 目前看起來就是在 在趨緩的過程 如果以年對年的角度來說 這會是一個持續下滑的這個現象 那所以假設如果真的 在2月13號去公佈出來說 真的掉到3以下到2.96的話 其實我認為在 這邊我們跟大家做一個 有機會的一個發展喔 那假設如果這個是最壞狀況 就是假設如果沒有掉 還在3.3以上 因為12月是3.4嘛 那假設3.3到3.4的話 因為目前台股這邊有一個 17500點那邊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缺口我們看一下 對 多放缺口 換一下 對 這邊 加加加 這邊這邊 這缺口 對 這邊下雨 這是最壞的情境 但是我認為比較 174.99嗎 174.99 對 這是最壞的情境 但是我認為這個發生機率是最低的 那萬一如果真的來的時候 會去測這個缺口的支撐 會到這個點位 是 是 那這個我覺得是 希望不要啦 最少最少的機率 那比較合理的機率的話 我覺得還回到上一頁 對 假設如果在差不多在3 甚至2.96 就是跟克里夫蘭差不多的時候的話 我認為在 目前的台股已經佔上了18.8嘛 那18.8的這邊 會有機會去做一個站穩 就是在農曆年後 那是2.9以下呢 2.9 2.8 那就 我覺得如果是2.9以下的話 它升到2.8以下的話 我覺得很有機會再持續的創高 那因為我們的前波高點的話 是在18 138 對 18138 對 這邊 OK 來 再多個200點 所以或許在網上再突破個200點 會是年後的一個走勢 那 但是如果以我自己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邊目前 就是剛剛前面說到的就是這個 我還是比較偏向於克里夫蘭 預測大概在2.96到3左右 所以萬八站穩 我覺得是滿有機會的 至少萬八站穩啦 不論是這個或這個都是萬八站穩嘛 是的 好 美女有問題啦 妳好久沒有舉手了妳知道嗎 真的嗎 妳對妳外去跟別人講 妳今天穿什麼衣服 我今天是紅包 嗯 給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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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去轉身秀一下 好 沒問題 好冷 妳趕快講 什麼意思 不過妳穿這衣服滿有質感的啊 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有質感的人 穿什麼都有質感 老師我想要問啊 因為我們 妳本身是幽默 幽默的人 幽默的人 妳剛剛差1秒再跟妳肚子之後就不會尷尬 哎呀 可惡 尷尬就是大家了 妳帥不帥 瘦不瘦 本來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對 妳看 她也幽默嘛 那我要再一次 妳們來湊一對 是幽默啊 妳剛剛其實都差1秒 我本身就是一個有質感的人 所以質感的人要問質感的問題 老師如果說呢 封關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擔心 國際情勢的發生嗎 妳看 妳看 妳笑了 妳笑了 妳不要影響我啦 幽默妳有什麼笑人家 那不然妳說妳是有質感的男生 我本來就是有質感又帥氣的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惡 我功力不夠 她自我催眠很厲害 對 我要再自我催眠一下 好 然後國際情勢我們比較擔心嗎 那老師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讓我們在手上的持股 可以出脫幾層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來有質感又帥氣來回答 好 沒問題 欸 老師也跟我要笑了 接到 接到 來 好 假設因為 我先講好了 因為其實今年的農曆封關 有長達9天的休市期間 包含了假日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國際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如果一切都沒有是最好 可是 當然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是在2020年那個COVID-19 這就這樣發生了 所以如果以暴股過年來說的話 因為目前看起來 通膨也虛緩了 經濟也OK了 所以我覺得暴股過年是對的策略 那只是 不管怎麼樣都還是請你要抱有一些 就是加碼的彈性 比方說如果你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的話 你大概持個五成 然後呢 另外有五成的資金去做加碼 那如果是比較積極的話 你搞不好可以有持有個七八成 但是不要 不管怎麼樣 都請你不要去做all in 去流倉過年的這個現象 那 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是說 那假設如果真的有 那種非經濟 非經濟利空 突然給你一個大跌 你更好啊 你還有逢低去做加碼這樣的彈性啊 那如果沒事的話 就是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經典的景氣我覺得是回溫的 回升的 所以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其實你的個股 我覺得也會有不錯的表現 好 有不錯的表現 照籠包 謝謝老師 好不好 我們去看下去 台老師 快速看一下 好 台股大盤今天同回了萬八 那今天收在了18059 上漲了91點 那成交量的話也不錯哦 你看今天成交量 竟然還可以回升到3277億元 也就表示說 大家之前在講說什麼什麼 農曆年前有一些什麼短線資金啊 品種資金在收 可是 看今年都沒有影響啊 對 可是其實 股票好寬喔 是看上櫃老師 對 上櫃還創了 好像說二十幾年來的新高吧 二十幾年新高 有喔 對 有 有 我們來看一下 對 如果可以 對 以收盤價來說的話 專業的東西喔 對 老師有耶 回到二 兩千年 幾乎是兩千年 兩千年的時候 二三年新高耶 對 對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現在股票那麼飆 今天提醒我 二三年新高 所以已經突破18619的高點 我們來看一下 比這邊叫 這是月線嗎還是 月線嗎 這是月K啦 對 這是月K 哇 難怪這邊股票飆得要命喔 對 因為其實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願意報股過年的資金 都會在這 最近這幾天去做進場 那這些資金 是他不會做短的啦 對 這些資金為什麼願意報股過年 其實想法很簡單 因為接下來二月中了 甚至到快要到三月了 那時候就是內資要去做任養 跟做帳行行的時候啊 所以 如果到那時候才去做追高買的話 那不如這邊先買好 那不過也就我剛剛前面跟Coco 的分析到就是說 我覺得這邊叫做是 這些投信敢買 原因是因為 錢不是投信的錢啊 是我們投資人的錢啊 所以如果投資朋友你這邊敢買 我覺得OK 但是也如同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請你要有保留 資金的加碼的彈性 所以這是我覺得 對於年前的資金的配置規劃 現在賞戶啊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尤其我吃午餐 我太喜歡喝它的 我跟他講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賞戶 投資的意識形態都抬頭 是 大家現在都會投資 其實你看最近不是有新聞嗎 你看 你看那個 受險業落伏付出 很多人去買債券的 很多人去買ETF 那這些又怎麼樣 會拱股票啊 對 現在大家就是不喜歡 喜歡把錢 變現 喜歡把錢在活用 所以現在很多人也不喜歡定存了 所以這些錢都遠遠不絕 來台灣股市難怪 跌不下去嘛 是 所以過年後你也很看好這個行情嗎 我認為是的 因為如果以波段角度來說的話 真的會有 比方說像季底作帳啦 甚或像是 接下來會看到景氣復甦啦 這都是可以期待今年樂觀的行情 說老實話 老師謝謝你告訴我20年 我還不知道20年 我說什麼錢 股票強成這樣子 沒錯 結果這上規股票已經破20幾年 新高比算是18619還高 而且這次真的是 我從業這樣 也接近20年 從來沒看過了 剛好也是20幾年 不是 從來來講過年前是沒有行情的 你問一凱 老師你從來過年前都沒行情啊 對 今年真的是非常反常 今天過年我們都在發呆啊 對啊 都在睡覺啊 正常來講 年前一週可能就是非常冷清 你大概兩週就無聊了 差不多 對 今年很特別 非常特別 老師齁 什麼想法 你講一句話就好了 好 你在吃飯而已 你知道你在騙動告費是不是 我覺得來趁資啦 我Q你 你還給我 我覺得今年其實有幾個現象 我們可以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外資其實在這個年前 回補的力道是非常大的 因為選前 他其實付了 兩萬六千口的這個空單嘛 那選後開始陸續回補 再加上說台積電的法說 他也看錯之後呢 其實回補的力道非常強 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停下來 那再來就是散戶的態度 其實國泰金 在兩個禮拜前 有做過一個調查 散戶對於今年度上半年的行情 是非常非常樂觀的 有的甚至看到兩萬一千點 那可是我們也看到說 散戶最近有沒有進場 他沒有進場 但是證券化過余額 他是創新高 哦 對 所以他等待年後 還在噴 所以我們現在先進場 等那些年後散戶幫我們推一把 沒錯 幫我們推屁股 嘿 對 幫我們推 推屁股 對對對 好 也可以這麼說 哦 為了老師呢 是不是已經過年前 我們既然都很閒啊 老師 我說實在話 這也是我從業以來 遇到最熱最熱的過年 對 尤其是這兩天特別明顯 其實大家如果有注意 其實昨天 早盤還偏弱勢嘛 因為包吳談話的關係嘛 對 可是昨天早上 指數算說是下跌 最主要壓盤者是壓台積電 其實昨天就已經 有一些買盤進來做佈局 因為昨天早上的時候 上漲加速是大於下跌加速的 所以其實很明顯發現 如果要買 因為我今天已經剩一個交易日了 所以我強烈建議投資朋友 看一下今天節目之後 找一些股票 禮拜一可以適當的做佈局 壓寶 因為今年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漂亮 怎麼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行情 然後加上 你再去看美股 基本上 基本上都像道瓊啊 納斯達克指數 S&P500指數 都紛紛的創歷史新高 所以以現在整體狀況來看的話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 今年一定要壓寶一些股票 不壓你真的會後悔 後悔 好 謝謝老師 我們快速看一下外資買來超 老師今天外資買到150億 繼續買150億啊 可是 期貨做空 可是 這樣子 OK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 不多嘛 不多不多 因為剛剛凱哥講到 像那個外資在 所以在選前的布的空單是26000多口 26000多口 現在只是他尾數而已啊 這邊的話其實就一點點而已啊 喔我懂了 他如果真的很危險 那應該要布格2萬口以上啊 他覺得危險 他現在沒有啊 這個是正常的避險部位啊 是的 連過年 連那個選舉前的避險 過年的長假才 才避這麼一點點 才避這麼一點 那跟選舉那時候你就 擔心了要命 那就2萬6000口 他真的擔心應該要布個3萬口 或選舉前那時候 2萬口2萬6000口 對不對 好 所以老師想要重點 記老師 所以快速看一下 AI股怎麼看 老師 好 那AI股的部分 因為剛好今天凌晨 公佈了三個很重要的財報 那包含像Meta 包含像是Amazon 然後甚至像是Apple 那有兩家不錯的 那分別是在Meta的部分 那Meta部分的話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盤後 還飆漲了15% 那晚上的話再看一下 他會漲幾%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如果以他的 去年第四季的公佈出來的 營收的話是401億美元 然後市場預期的話是391 那雖然在第一季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偏淡的淡季 但是他還是可以維持在345到370 然後是優於市場預期的338億美元 所以如果以Meta的表現來說 他還不錯的 然後另外的話呢 他的今年會公佈他的字眼的晶片 所以在AI的這一塊的話 又帶來一些希望 那另外的話往下看下去 這是Amazon 那Amazon的話 目前盤後大概還飆了6.8% 那晚上看一下狀況 因為他也是一樣 公佈出來的營收獲利 都有超乎市場上的預期 1700億跟預期是1662億元 那原因是因為 其實如果就他的第一季的 預估的獲利的數字 營收的數字來說的話 甚至還有年增13% 的這樣一個高標準高水準 那另外他也說的 他的AWS的生產 生成式的AI產品 目前看起來市場上面 客戶對他的興趣是濃厚的 老師這兩個盤後都大漲 都是禮拜五早上的事嗎對不對 對 好 老師那蘋果呢 老師 蘋果看起來大家不會太 蘋果傳染不好嗎對不對 蘋果傳染不好嗎對不對 不是那麼好的 原因是因為 雖然他的iPhone 不是 蘋果手機根本就很爛啦 對 那順便講一下 因為其實到目前為止的話 在AI的這一塊 真的蘋果是落後的 因為雖然 iPhone 15都有喊 AI 可是他那個AI 只是一般的那種就是 直覺式的AI 並不是生成式的AI 所以 他的 他的AI這一塊是落後的 甚至是受到了華為的強勢競爭 因為華為推兩隻手機出來 中國那邊賣翻了 所以如果以這樣狀況來說 其實蘋果在 整個中國市場 對 銷售下滑了13% 所以 如果以 目前的狀況的話 是蘋果在盤後 還跌了快3%左右 好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也就表示說 其實 誰有AI 誰就會比較飆 好 甚至是說再往下看下去的話 會發現說 美超委 今天凌晨 收盤的時候 是飆漲了10.18% 那如果以1月跟2月 到目前為止的話 幾乎快要 兩個月 不到兩個月 就直接快翻倍了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它帶來了整個 AI伺服器族群 往上去做一個評價的調升 還有就是相關的 美超委的供應鏈 也都有去做一個向上比價 比方說像雙紅今天掌停板 然後呢 比方說像是微影 然後技嘉 然後都標了6% 那這只是舉一些 代表的個股的例子 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這些兩個股票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微影 那微影 我特別跟大家提醒到的是 這個 我那時候在12月1號的時候 來福利社的時候 就有跟大家說 對 然後其實福利社也講過好幾次 就是說 它被剔除了 確實是被剔除了高股息的成分股 但這無妨 因為它就不是高股息而已 可是它是高成長 所以那一次的話 帶來一個利空殺低之後 反正很低的那種 就是錯殺抄疊 我每次都跟大家這樣講 就是 因為它其實就今年的成長力道 或者就它 對 沒錯 這頭戲一定要賣 因為那被動基金一定要換股 一定要賣出 所以它剔除的過程之後 反而帶來這種殺低的好賣點 我們那時候也講過 如果被剔除了 沒有跌 反而會漲喔 是啊 沒錯 反而是大漲喔 對 因為它 它只是不是高股息而已 對 但是它是高成長 所以 這是第一檔的圍影 那圍影的話其實今年 對 對 你越來越先誠宴了 吃飽就很睡覺 對 吃太多澱粉就會這樣子 對 你眼睛閃開一點吧 有 好 好 那圍影的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今年我看到法人的共識 今年EPS可以看110塊左右 對 然後如果以回歸到本益比的角度來說 其實它今天目前就算創高 也大概只有22倍左右 所以它是一檔還滿便宜評價 所以 不要看到兩千元就覺得貴對不對 你如果看股價會覺得它貴 可是你如果看它的評價的話 你會覺得它還滿便宜的 目前看起來的台股滿多的個股 都是這樣一個情境 我們快速看一下 好 那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是2376的技嘉 那技嘉一般人大家會喜歡把它當 跟偽創跟 跟廣達跟技嘉一起看 可是其實這一波的技嘉 它真的明顯都是強於其他兩檔個股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AI伺服器它跟 輝達跟AMD都有密切的合作 甚至像是超微的MI300 已經正式要出貨了 所以就伺服器的純度來說的話 它是優於同業 甚至是說 過去的技嘉 大家會發現說它其實也有顯卡 那前一陣子在輝達有推出 它的新的顯卡 就是那個Super系列的話 其實它也會帶動它的成長動能 所以如果以AI伺服器 跟顯卡的部分的話 都是今年的技嘉 會比其他兩檔更來得強勢的一個原因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開心喔 坤老師來 想要搶DAR E M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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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站起來 這個趕快趕快 大家要放假了 趕快趕快 過年前趕快把我的標課 趕快 紅包拿來 紅包拿來 你這個服裝我蠻喜歡的 背後看起來完全沒氣質 那不如我就給你穿 然後轉過來也蠻有氣質的 上半身氣質在這一段 這一段 把它翻大翻大 上半身就是這一段而已 剛好 等等等等 蹲下來 真的看起來不錯 有點像那種感覺 過去一點點 那種法國風情那種 比較有那種 special 走秀的 對對對這樣 然後看他全身 完全沒氣質 就這樣子 會變成這樣喔 好不好 加賴小老鼠DR E M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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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熱門我最貼 創意加登 老師一次夾兩檔 老師謝謝 好 那創意跟加登我一次 老師你都千元 這個會員 很有錢喔 粉絲都很有錢喔 可以買零股 因為真的最近的資金的話 是比較集中在一些高價股的部分 那我今天特別講一下創意 是因為他今天剛好開法說會 那很多人在關心 到底創意最近在疊什麼 那主要的原因是疊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因為他前一陣子 被外資調降他的平等 那說什麼因為掉單 因為什麼微軟的 那個AI伺服器的那顆晶片 有去做修改之類的 那不管怎麼樣 他已經是充分的 已經反映他的相關的利空了 那他剛開完法說會 其實他的法說會講的也比較偏保守 說其實今年的第一季還要再掉 然後呢今年的全年的成長幅度的話 只有各位數的成長 所以這些相關的利空都在最近的 就是在利空的測試過程中 也讓他的股價在這邊做一個打底 可是你會發現說 在這邊其實該反應的利空都反應過了 可是至少他還是台積電的轉投資 所以至少這邊如果 我們順便可以看一下投信可以嗎 就是投信最近這幾天 有比較積極的去做一個賣超 可是呢 這樣他在賣超的過程中的話 今天也轉為買超這樣一個過程了 所以也有點像是利空出鏡 利空不跌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這邊只要不要再破低 我認為都是一個波段的低點 好 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是在加登的部分 加登的話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你會發現說他其實這一次喔 這一波喔 幾乎都沒有跟上台積電供應鏈的漲幅 可是他的這一波的一個打底的過程的話 已經打了大概接近快兩三個月的底部了 再說一點點 對 會發現說其實他這一波的話就是等於是 用打底 然後呢來把他的一些相關的符合跟賣壓 都把它去做一個淡化去做一個消除 所以當這一次 如果他已經有突破他的進行的高點的話 我認為在投信的買超之下 那很有機會帶動一波就是 季底的桌上行情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大客戶就是台積電嘛 那台積電在北美設廠的時候 也有把它帶過去 那這件事情的話 或許你會在未來幾天 在新聞會看到他 那那個時間點的話 我相信買盤會更加的積極 OK 好 買盤會積極 對啊 我真的有鼓勵這個服裝 我真的有什麼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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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跟他開玩笑 我說他服裝西裝看起來很貴 有幾萬塊 有十幾萬的 看起來都像幾千塊的 欸 所以我今天又穿了一套幾千塊的 老師喔 對 一直都老實 沒有啊 他西裝都蠻貴的 他很貴啊 來喔 很貴啦 老師的股價 也是貴 一開始高貴不貴 老師什麼時候講的 124號 那時候多少錢老師 那時候在100出頭而已 那就是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然後到現在 到現在已經在漲了20%了 是 很快啦 我們借算一下 好 那如果大家來看一下 剛剛那字卡 上面很明顯的 再幫我修剛剛那張字卡 1月24號 有沒有看到大大幾個字 落後補長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喔 當時我來是因為跟各位說什麼 雙虹齊虹 這個族群散熱族群嘛 見準是屬於散熱族群 雙虹跟齊虹已經衝出去了 那以目前泰勢來說 因為像以現在這個階段喔 如果你 我剛有說過 就要壓寶爆股過年 可是如果你又不太敢 衝出去的股票不太敢追 那我會建議這個時間點 就是找同族群當中 還沒有創新高 落後的股票 會有落後補長的效應 所以當時我就以這樣的邏輯 因為雙虹 3324的雙虹 307的齊虹 當時已經創新高 這兩天還是持續的強喔 像雙虹今天也是漲勤 齊虹今天也還都不錯 然後那時候跟各位推薦的見準 到現在大概一個多禮拜 漲了20% 所以一樣衝出去了 所以我今天其實沒有要跟各位推薦見準 因為大家如果去追高股票會怕 怕怕的暴股過年 那我反而覺得這個時間點 大家要注意什麼股票 什麼 3483的勵志 勵志 一樣是散熱族群 今天他其實也有創高 大概創兩個多一台新高 還沒有創那個歷史人 就是前一波的高點 把線圖拉長一點點 大家可能看的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就是那個高 所以以相對來說 這個地方我可以發現 散熱族群現在近期是非常狂熱的一個族群 非常的火熱 那以落後補長效應 因為接下來就剩一天 所以你是剩下禮拜一有一天可以做佈局 那你佈局類似這樣的股票相對的安全 然後加上他的基本面也是不錯 他主要是做散熱模組和散熱風扇 那一樣 是受惠整個AIPC 叫上AI伺服器成長的帶動需求 去年的EPS大概10塊 今年預估是有15塊的實力 成長50% 所以 基本面一樣是受惠AI 相關的兩個題材 AI伺服器加AIPC 然後現在基期又相對的低 所以我認為 這個時間點佈局 3483的勢志 一樣會有落後補長效應 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謝謝老師然後台藥 來看一下627的台藥 台藥主要是做CCL銅箔基板 然後他製作PCB的一個重要的材料 那以現在來說的話 因為傳統157在升級成AI157的過程當中 他銅箔基板使用量會從 傳統的會增加5倍到7倍 所以從台藥去年的EPS估3塊 今年預估有機會來到7塊錢 會大幅半倍的一年 所以以今天來他基本面非常的扎實 那加上來說 你會覺得說今天好像衝出去 為什麼這時候還推薦 其實再把線型拉長一點就發現 其實現在這種股票 整理一段時間 之前創個高 然後整理三四五個月 然後目前來說就準備 預計就是接下來就等年後 整個AI行情 會有一些落後補長效應出來 就有機會再往前面衝一波 所以這個時間點 他這個位階我覺得還是相對便宜 大家是可以留意 可以進場的一檔標的 台藥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好 謝謝老師 這兩檔股票看起來不錯 綠凱老師 來 童安格跟金日希 金日希 準備一下童安格的歌吧 這個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好 來 我不會 謝謝 不要看著我 有影機輕輕傳來一首歌 那是你我 都已熟悉的旋律 在你遺忘的時候 我依然還記得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不要遮住你的臉 其實蠻好聽的 這不會啊 我覺得 有臉也不錯啊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安格 老師 詹哥真的很好聽啊 老師 你換腔調了 你學心技巧 耳朵都懷孕欸 我聽得出來 他先出來 那用我學唱歌去了 他認真學 他聽說最近拜師youtuber 欸 不是youtuber 是youtuber 就是看一些頻道啊 對 你看唱歌不錯欸 還行還行 可是我覺得 油槍滑掉 沒有 油槍滑掉的是 沒有沒有 是小韓 小韓 想要來想 怎麼樣 你都沒有他油 對不對 不太對 他很油 好 我們認真來解股票囉 我們看一下這個安格跟欣欣欣 剛剛那個玉華老師有講到就是說 見準它操作的是一種補漲的一個概念 其實安格跟欣欣 它也是同樣這樣的概念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安格 我們知道說整個神盾集團呢 從去年年底開始 非常非常強 但是主要最強的是 首先是這個神盾 再來是安格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安格的部分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是到禮拜三才創新高 然後呢 一創就連續三支漲停板 我們只喝過三支雨傘標嘛 那三支漲停板是比較少見的 三支漲停板 我沒喝過耶 對不起耶 哥哥 你叫什麼 沒有 藥房有賣 對對對 你喜歡我買給你 好 剛好可以吃他 你去吃漲啊 好 那三支漲停板之後呢 這一檔我反而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畢竟它是走一個補漲的效應 這個時候你反而要看著神盾跟安格 來操作安格 如果說這兩檔股票指標股 還在創新高的話 基本上安格都是安全的 可是如果說這兩檔股票呢 已經高檔有一點停滯了 甚至開始往下做修正的話 手中有安格的反而要小心 可以提前去做一個獲利了解的動作 好的 這樣才會安心 好 那第二檔呢 我們來看一下新日新的部分 好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呢 折疊機大概有折疊三雄 就是這個富士達 照例 還有這個我們想新日新的部分 可是我們如果說 把近期的K線拉出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新日新它的這個漲幅是最低的 好 是最少的 那為什麼現在要回過頭來看新日新呢 因為其實去年的折疊手機 大概光環都在所謂的華為 以及那個vivo身上 可是今年度大家會看誰 大家會看蘋果 蘋果 對 那我們知道說蘋果 它本身是最龜毛的 如果說今天你要打入它的供應鏈的話 你要送樣啊 你要認證啊 認證它還不會一開始就給你大單 那新日新本來就是蘋果長期的合作夥伴 所以接下來最有機會受益的 反而會是新日新 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可是蘋果有要出折疊機嗎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不一定是折疊手機 這個iPad Pro的部分也是有機會受惠的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蠻專業的 不要看他只會吃東西 他還會唱歌 還會接股票 這是我們玉凱老師 只會吃東西只有你這樣誤會我 大家都知道我有其他的才能 多才多義 對不起我誤會你 可大了 誤會可大 小小組代表 16888 我們來看香港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 玉華老師請 來吧 今天金融年大放送 好 放送什麼 年後會賺100%的是誰 是誰 我真的不敢講 這個就是大放送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接下來準備要封關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金融年後開紅盆 近10年台股 這樣子上漲的機率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明顯 我們統計從2014年統計到去年 2023年 然後開紅盆後5日上漲的機率 高達80% 那如果再把時間拉長一點點 後10日高達90%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 就說我說剩一天 適時找一些相對積極低的股票 可以逢低進場做佈局跟壓寶 上總勝率還滿高的 那如果我們再更細微一點點來看 你看2020年 看起來2020年很慘嘛 其實2020年就是因為 放假那段期間剛好發生 那個新冠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很 很特殊很特殊的事件 那不然大部長漲嗎 對啊 所以你其實在把 10日後都漲啊 扣掉COVID-19以後 每一次都漲啊 對 所以其實你把這個 扣掉疫情以後啊 很特殊的事件扣掉之後 我說真的真的是上漲繼續提高 前五天還不一定 後五天還不一定會漲 可是如果十天的話 你不要那種天災人禍 超級大地震啊 超級大疫情啊 九成會上漲啊 而且老師漲還滿多 2.3%欸 對啊 所以我還為什麼 剛一開始就跟各位說 其實適時的壓寶一些 老師你覺得會漲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你說這一段期間嗎 就是過年後 為什麼大部份都會上漲 那一段時間啊通常 因為每年的元月份 通常都是不會表現 第一季通常表現都不會太好 不會太好 所以我這樣講好了 結論這樣講 是不是有些資金 過年前它都賣掉了 過年後它受不了又會買回來 這是一種狀況 然後加上因為其實 那一段時間 其實可以去看美股 因為其實你看 最近是不是比較重要的財報 其實今天原則上 都已經公佈完畢了 那接下來比較重要的就是 那個過完年後揮打的 那其他重要 所以說有一些比較 關鍵的一些事件 其實就是年前就已經先公佈了 然後先反映出來 財報空窗期 對 其實 有夢最美 希望香水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台股都跟著反映 所以每年到過年那一段時間 其實這段時間是空窗的 好 所以它就走一個正常的行情 正常的波動 這是一個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 還有什麼 那加上就是剛剛哲哲說的 因為年前有一些賣 那個壓寶 就是以前都 很冷清啊 過年前 先賣掉 但是先走 很多人你看很多大戶都過年前 先出國 他12月底就出國了 過完年後 不對要怎麼股票標成這樣 善跪指數還給我穿23年新高 我真的受不了 要賺我比你還要賺 所以把他錢都尻下去 對 今年是比較特別一點 我要坦白說 要不然前幾年真的很無聊 真的 大部分都很無聊 對 大部分都很無聊 好 睡著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農年將漲100%的 這是你摸股師喔 你會摸股嗎 我是摸股票的股 摸股票 摸股還不會 摸股 摸你的屁股 摸你的屁股 沒有 你剛剛說不要亂摸 我們還是要尊重你 好 沒關係 我都可以 我們那麼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總共有三大題材 今年喔 第一個就是AI浪潮 那相關的就是包含AI伺服器 AIPC相關的股票 沒關係 不要客氣 你剛剛就說 沒關係 你會不會忽然 忽然轉性是不是 對對對 好 然後今年遇過走勢 先下後上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會發現 年前這一段時間 雖然說AI很強 如果你把今天扣除 把今天扣除 你這有時候還是覺得很無聊 偽創就是在一個鄉型整理 其實這近兩週 如果大家可以去看偽創 一些相關的AI股 它就一個呈現一個鄉型的整理 整理在那個地方 那就是少數幾張股票創新高 例如說像技嘉 或者像是微影 沒有說全部一起上去 這假的 看人保吧 人保 人保也沒動啊 對 拉遠一點點 去年是有動喔 去年是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喔 就去年年底的時候 剛剛當時的AI PC的題材 是啊 現在根本沒動 對 所以現在這種 下半年你覺得才是真的主流 基本上下半年會有AI PC 因為其實AI PC 上一次因為英特爾財報不如預期 財測不如預期 那其實說實在最主要是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 英特爾那個執行長 基辛格本身就是講大話的 所以之前話講太滿了 真的啊 大話可 之前話講太滿了 所以出來的數字大家不滿意 但是不可否認 其實AI PC如果當時有仔細聽到說 預期發酵的日期就是下半年 會在今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陸續的出貨 今天有那個CEO 紀辛格不如來個玉凱的 童安格 午夜的收音機 輕輕傳來一首歌 那是你我 都一首喜的旋律 好不錯 我覺得第二次唱得比 第一次好聽 謝謝你 第一次那個不要亂學 第二次才是 這個聲音才是玩到 不要加油加到一半 油槍滑掉 油槍滑掉 又是這個老改 好 好 我們繼續回來看 所以其實今年一整年 基本上還是以AI為主軸 只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像我說的 有一些人如果買錯股票 你不一定有感覺 原因就在這地方 好 好 那它的判斷的因素 多空因素我們來看一下 多就是 各種生成式AI應用 將帶動整個雲端 及AI伺服器相關的需求 接下來會往中端 相關的產品去做擴散 包含AI PC AI手機 這方面 那這個預計 像AI PC AI手機 起採的預計 下半年會陸續發售 好 五六月 難怪現在才報什麼SMC 我跟你講 下半年是非常看好的 營收會噴出去 所以下半年 這個整個預估手是先下後上 來 美女 來 老師 如果說在我們過年期間 SMC或是NVIDIA 創新高的機率高不高 如果高的話 我們是不是手上有股票去繼續爆 我認為創新率其實是高的 可是手上有股票去爆 就是看你的個性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簡單舉個例 如果有一些股票已經衝出去 例如說 假設圍影真的會害怕 那當然你可以去爆偽創 就是做高低機器的轉換 我懂了 我也說齊鴻你很怕 對 你去爆剛剛三四八三的立志 我們看一下嘛 齊鴻 譬如同樣是散熱族群 對 就像這樣子嘛 對不對 這個拉遠一點點 它是一路長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見準 就可以爆比較低機器 對 就爆機器相對比較低 拉近一點點 這個整理過後 不要 我刷這個見準 我再補充一下 不要覺得見準現在漲高 其實見準還沒有突破去年的新高 拉遠一點點齁 去年新高150 對 所以它相對來說 你硬要去比較 見準 齊鴻 雙鴻 那當然是爆見準 這個是大家簡單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齊鴻齊 齊鴻是歷史新高 所以你看不太一樣齁 去年反而是見準比較強齁 是講到重點齁 好不好 來 謝謝 所以這部分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部分就是 AI相關題材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那一個齁 就是半導體的複數 那台積電相關的設備股 我認為也是會先下後上 因為最主要其實今年來說 我上次法說就已經說過 AI PC 及 AI 手機的崛起 整個三奈米的訂單大爆發 全球半導體營收可能年增10%以上 其實就是迎來相對複數 跟去年比起來好太多了 去年半導體是相對比較弱勢 那比較利空的消息就是 上半年實施 因為畢竟上半年還是有一些消化 PC 剛剛我說過 一樣跟PC 跟手機還是維持 因為台積電最主要營收成長 跟 AI 比較有相關 老師 這不算利空嗎 是上半年是利空 下半年就不算利空 對對對 就是上半年 所以我說為什麼會先下後上的原因 就是預計下半年會回復成長 還有我們看一下來 好 那近期也是很熱的 節能減碳 就是重電跟綠能的概念 然後我認為是先上後下 是重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利多的部分就是 台電今年還是要將再釋出 600億的訂單 然後政府啊 預計203年前也會再頭9000億 推動整個電網更新 與新人員電案廠相關見識的需求 那比較利後的原因就是 其實今天就有個很明顯的效應 就是台股資金會有敲敲板的效應 電子股下半年有機會上漲 所以政策概念股就有可能會跌 因為資金畢竟就只有一套 它會去轉入相關跟 AI 跟半導體 比較有相關的股票 那反而有一些綠能相關的資金 今天就會被排擠 所以為什麼我說今天相關就比較有效應 所以大家可以去發現 今天的重電四雄表現股價 就沒有前幾天那麼好 因為資金已經被 AI 股洗走了 所以簡單我們先 大概簡單看幾張股票你就知道有感覺 好 就下半年會有這種效應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尾創 好 先來看一下尾創 三月三月尾創 它是灰達伺服器的組裝和基板的主力供應商 然後去年的毛利率7.94% 為歷年的最佳 那整個上半年EPS4.08元 今年估賺7塊成長71% 它基本面非常非常的扎實 就像 然後技術面我們來看一下 就像我說的 其實它上次創個新高之後 就是這個地方創新高 然後在那邊區間整理 其實不要小看 這個是很強勢的整理 量縮 然後大概在113元到120元這個區間做整理 又呈現量縮 這種股票其實整理整理完之後 資金一回來 年後我認為是很有機會噴出去的一檔股票 3231 偽創的部分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設備相關的 我就跟各位推薦3583的星雲 然後它是台積電QAOS設備的供應商 訂單能見度高 去年的營收69.1億元 已經是歷史的新高 EPS是估8塊 那今年的營運有望再創高峰 挑戰賺一個股本 那以星雲來說 其實這個族群 像大家比較耳蟲能詳 三檔股票 一檔是6187萬潤 已經創新高了 萬潤很強 萬潤很強 然後3131的紅塑今天也很強 強到莫名其妙 強到沒有朋友 對 紅塑也很強 所以反而覺得 就像我剛剛說的 暴股過年一個概念 我們保 如果你真的會怕的 你看一下3583的星雲 現行再拉長一點 基本上最近跟我沒什麼動 它就是呈現一個 再拉遠一點 對 呈現一個整理 再拉遠一點 就沒動了啊 對啊 去年8月穿新高就沒動了啊 有點像見準嘛對不對 對 所以爆通股票 它這樣噴出去 就會像現在的見準了 對 所以爆通股票相對的安全 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安全一點 就如果投資朋友會怕 就爆這棟股票 英雄所接電筒 我也覺得星雲還蠻安全 整理很久了 從8月到現在整理了 有點像見準 其他股票 第一波是星雲 第一波是見準 結果現在第二波 反而變 星雲不見了 萬潤了 第二波反而奇紅了 可以像奇紅帶動了以後 見準也拉起來 有沒有可能萬潤之後 有種可能性 至少位階低相對安全 股價的機器 決定你是否爆股 還有你的膽子 有沒有膽大欣賞 如果你說不怕不怕不怕 這個淋錢而已 淋三藍三而已 那個藍三咖啡 你不要講我冷凱 你們現在都喜歡我 Love you 謝謝 過年前謝謝你的表態 趕快結束這一線 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 對對對 來最後的疼愛手放開 來 玉凱老師 你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 這個東西你不行 不行嗎 這東西你不夠油 來 來 小安來 來 真正的油腔 滑掉 來 最後的疼愛手放開 唱是過年前最後的那個 正式的Ending 你說 唱一下 我給你最後的疼愛 是手放開 我後面忘止了 忘止了 來來來來來 沒有油 沒有油好不好 不夠油嗎 但是我 再油 再油 來 3 2 1 我給你最後的疼愛是手 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愛就很油 還好 我跟你講 你贏了 你贏了你贏了 玉凱輸了 就油的話 就油的程度的話 今天我們唱歌不錯吧 不錯不錯不錯 蠻有趣 我就有天我唱歌蠻有趣 蠻有趣的兩個都蠻好唱的 PK一下 謝老師告訴我們 沒有還有一張股票 對 老師 不是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這麼久了 最後疼愛是手放開 你可以放開我嗎 那快速講 我剛才有說資金排擠效應 就重電似雄 今天AI很強 我要告訴我 就是這種現象 你看現在1514的雅力 今天就跌4.87% 那他其實雅力的題材 這邊大概看一下 哇塞 他今天還是蠻強的 也開高手機 是 所以我才說 其實我剛剛那三張表 大概回去提了 為什麼會 就是我說的利空 像以重電來說會有排擠效應 如果下半年AI好的話 其實原本傳統 就是最近比較強勢的 可能資金會被排擠掉 華城去年漲十倍 你最近還能漲多少呢 對啊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就開高手機 所以今天 這個下半年可能反而是 被出貨的行情 對 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等到華城營收出貨了 他出貨了 那個營收出掉 結果股價可能 你被出貨了 好不好 注意一下 謝老師告訴我們 最後啊 答案還沒告訴大家 還沒有 哪一檔股票 今年有一個 我覺得最有機會 是3231偉創 3231偉創 因為其實偉創 大家還記得 剛剛那個崑仁老師還有分享 他有一間母公司 有一間子公司 669微影 微影是 伺服器 它是接近100%的 全部都做伺服器相關的產品 所以以微影來說 今年EPS預估大概110塊 現在是法輪圈的共識 哇 微影的營收 貢獻在冠軍區偉創 其實偉創這個位階 相對積起來是低 而且去年高點 161塊多 以現在的衛衛街 100% 今年是有機會翻倍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謝謝 我要提醒大家 這是今年喔 今年喔 龍年 要接下來龍年 他先預告了 18%21啦 不錯 前後無影 謝謝他 是的 給大家錢囉 硬要 你的頭小啊 你硬要 不是 你硬要我畫面 老師的賴 來 小鼠RICH 948 老師你看 前後無影 都有告訴我們主流 主流是什麼 所以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過年的時候 來 風光日小編來報導喔 還是會跟大家講一些重要的 比如說我最貼的個股 金融年春節特技喔 2月7號喔 2月13號教學影片喔 過兩天以後 開紅盤 開紅盤當然是解盤影片 沒有喔 我們放長假回來的第一天 禮拜四或禮拜四 及禮拜五 我們都有開紅盤的影片喔 都有影片喔 好不好 都有解盤影片 貼近盤面 所以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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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大局大力多 哇讚耶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玉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先告訴你 大家二月一週創大股 想先爆 開始想打 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嗎 沒有任何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常會趨勢 我先開始讀我好 還是人家運氣的 是正經驗 哇 是沒錯吧 右邊是正經驗 假的 又有一點嗎 又有一點嗎 好可憐 好可憐 瘋狂股市福利社 底間告訴你 這倒豆子 好可憐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好可憐 八點上線 讓妳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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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謝瓜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妳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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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